小朋友跟着猪哈蒂 唱唱跳跳 能够让贫困家庭的孩子安心学习 一直是猪哈蒂努力的目标 猪哈蒂仅有高中毕业 但为了幼儿教育 她曾在平民区的基设里 甚至是殡仪馆设立幼儿园 而且坚持不收费 即使自己有四个孩子要养 家里的支出都靠先生打入维生 所幸家人们都很支持 2005年和慈禧人相遇 大家有着相同的理念 她的幼儿园终于在大二圈落脚 课堂中不忘教导孩子 竹堂岁月 最大的喜悦是看到他们 个个都能够学有所成 夜间的成员教育也能够看见她忙碌的身影 但从不说累 因为她早把教育当置业 要终身推广 当然新闻 亚密拉加朗印尼报道 而在菲律宾的都